重換、石化、燃料的枯竭、核電的風險、污染 我們總是處理這問題 政府有很多的政策 減碳、水患治理、水資源管理 可是我們前頭都是以GDP成長為主的經濟政策 下去思考這些政策 所以我覺得台灣現在不斷地在談這個 可是都忘了這個東西 你沒有處理的話 你後面那個談的都沒用 所以我們覺得應該把這個東西 換成在環境承載的能力限制下增進民眾福祉 跟社會公平為情義的利益政策 融合裡面還有我們可以討論 就什麼叫利益政策 什麼叫公平爭議 什麼叫社會 什麼叫環境承載 可是我覺得必須在這樣的思考下 而不是在GDP為主的思考下 你才有可能把後面的這些東西 也去做很多的調整和思考 不是我們整個國家的思考系統不變成 你在找到後面的話 我覺得在浪費錢 你沒有去考慮社會資本 你都是用一個一個的計劃 要去把它完成 不是靠人 社會的這整個軟實力 或是整個社會的這種共善的那樣去改善 不是吧 真正最後一月 我後來這個 我剛剛講了很多 其實並不是很有系統 可是我是隨著 就我現在參與環境運動的思維來談 我慢慢有幾個事情 也想跟各位互相的來分享跟討論 一個 我現在看到太多的新世代 包括各位現在這些年輕的夥伴 那個能量很驚人 而且是勇於承擔 這個很重要 勇於承擔 你要參與社會改造或是社會運動 你要是沒有勇於承擔 可歸說說的寫一文章就了事 那個是成不了事 可是我看到這些變性非常好 可是呢 我覺得各個環境液體呢 它不是斷裂 也不是跳躍 它其實是有脈絡的 重點是這個歷史長河 從過去到現在一直到未來 這是有個脈絡的 我覺得必須跨世代跟共同來梳理 互相學習 那這樣子的話 才能跟現在的整個未來國家政策 不管是企業 不管是國家 還是其他的利益相關方 要國藝的時候的重要工具 你不能再用單獨的道德式的訴求 或是說懷舊式的 譬如說 這個是我對本地的感情 這個可能流行不通 你要真正可能有 我們都必須從歷史的梳理的過程 慢慢慢慢去找到 這個博弈的一個空間 再來是 因為我過去兩年 其實在中國服務 我發現 跟中國人就交流 並提供台灣環境運動的經驗的過程 是一個重新整理資料 因為我以前大概這樣打了 就往下個戰場跑 沒有機會去思考 你當成那樣子做對不對 如果從來可以聊到這樣做 沒有 沒有時間 要繼續打下一仗 可是因為現在跟中國的朋友分享 而且提供他們一些經驗的時候 我必須重新去整理這些資料 重新去整理這些論述跟脈絡 以及去回觀 後來的這幾年的變化 跟我當年的那個時候想的一樣不一樣 這對我幫助很大 尤其是我 因為這幾年 我在跟中國朋友一起討論 廢棄物政策 因為中國現在是在反反運動 也是如果有不足 我覺得這個經驗教練非常重要 所以我是覺得 就是說 這個成為一個重新檢視台灣的運動 以及現況的一個很重要的氣質 這是我自己的感覺 最後一個 我覺得台灣對 平均經濟已經成癮了 已經上癮了 所以環境局的爭議跟抗爭 我覺得其實每個都在談的是發展權 發展權不見得是環保的 比如說阿朗伊古道 對不對 有人覺得應該開路 這樣我才能活下來 這是他認為發展權 有人在那邊保護下來 以後才能 是一個永續經營的可能性 或是認為 我就覺得那個地方應該留下來 因為那是我生長的地方 這些是不同樣的思考發展權 可是這些發展權必須是什麼 必須是說 誰在怎麼管這個發展權 如果有人跟你講說 你唯有拿回歸金 你們達人以後才有辦法得到什麼 很好的教育 很好的健康 那你剛剛只有這樣選擇 可是你如果把很多選擇都跟他談清楚 包括你有怎樣怎樣怎樣 我覺得大家才會選擇 所以如果去談發展權 如果去談有什麼要發展 還有最後如何去做選擇 我覺得可能都是我們將來要面對的特點 所以我今天報告到這邊 不好意思 超過時間超過太多 不過因為男主人有機會 我希望把這東西講完整 那希望有機會跟各位多多學習 跟互相討論 謝謝大家 謝謝